HELLO 大家好,我是KORI 我今次想跟大家分享的是ROMAND的化妝品 我買了幾樣ROMAND的化妝品 因為我自己對它的包裝覺得很美 是這些阿克力膠 但是它的深深,又很可愛 很簡單,又是白色我喜歡的東西 所以我就買了幾樣照片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對它們的用後感 分別會有打量,眼影,唇部產品 或者Tint,新出的Matte Finish唇膏 還有胭脂陰影 如果大家有興趣就可以繼續看下去 我這個妝也是用了ROMAND的化妝品 我們事不宜遲,快點開始 不過開始之前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按我的頻道的小鈴鐺 還有可以追蹤我的Instagram 那我們現在事不宜遲,快點開始吧 我已經把我的底妝化好了 就會開始直接上我的眼影了 其實我自己加了眼線毛 而且眼線都已經這麼大 我覺得很大的分別 好,其實我剛才應該不說話 很奇怪 好,然後我就會用BROMAND的陰影 我現在是用平時Output用的化妝品 這些化妝品和化妝掃 差不多有大半年沒用過 所以它們現在的Condition超級差 是很骯髒 我是沒洗過 我現在真的喜歡做乾淨一點 就用了 稍後切個洗底素 唉,很骯髒 但不知道 這個是有兩個顏色 如果你是打陰影的話 就會先掃淺色 最後掃深色 我的顏色才會比較深一點 這個其實它的顏色不算太深 所以我自己也打得算是重瘦 因為我真的挺胖 所以打算重瘦一點 陰影就會明顯一點 真的可以適合一點的感覺 我這個穿機真的要 重點 然後就到鼻影 鼻影也是用它的 鼻影不會打得太深色 就會掃深色的位置 最後輕輕插插淺色這個位置 這樣打出來的鼻影就沒有那麼實色 沒有那麼誇張 我自己用這個陰影都用了好一段時間 我選了一號色的 因為我比較過 它是這麼多陰影裡面 是偏灰色調 所以我選擇了它 其實我用了它 也有好一段時間 我覺得它的顯色度不算太明顯 所以整人都需要重瘦一點 不過其實對於新手來說 都應該比較友善 因為不會很容易失手 另外它淺色的部分 比例上面色也比較大 所以我自己又不是一個白的朋友 我就會覺得 如果它多一點深色的部分就好了 然後就到Romey的胭脂 這個包裝也是很可愛的 有一個深深 那我呢 自己不是一個皮膚白的人 但是我看到這些 很少女感 牛奶肌的胭脂色 我也忍不住想試一下 就買了這個偏橙色的淺色胭脂 好像過了鏡頭 完全看不出 先充手一點 因為在鼻頭上 其實我現實照鏡底 它的顏色不是超級明顯的 因為它的顏色也不算很深色 如果有些朋友 胭脂也會上兩種顏色的話 這個也很適合做這個胭脂的打底色 你可以在蘋果肌這個部分 再上一些深色一點 或者再顯色一點的胭脂 做一個層次感 其實也很漂亮 那這個我自己覺得 都不錯 因為你如果妝不是很濃的話 其實你塗它也可以的 那我就覺得 嗯OK 是一個不錯的嘗試 因為我自己是沒有這些 這麼淺色的胭脂 然後呢 我也有買到它新出的韓服 是自己的一個打亮 其實我自己的家 是完全不缺乏這個打亮的產品 但是 它這個粉紅色也好像挺漂亮 所以我就買錯了 那這個偏粉的打亮 我覺得是適合一些皮膚比較白的人 我自己就是偏黃比較暗的膚色 其實我應該買黃色的打亮 但是我家裡也有的 那我就不想重複 所以我就買了這個 其實這個呢 隔眼用在我身上也沒問題的 只是很黃色的配搭我 那我會呢 打在這個眼頭的位置 那其實呢 它的珠光也挺有細的 而且它的打亮的粒子 是有些藍色 粉紅色的顏色 都不錯 挺漂亮的 除了眼頭之外 我都會打在鼻樑 雖然現在經常戴口罩 打鼻樑是完全浪費的 打在鼻樑 是不是啊 鼻樑立刻完了 我剛剛打完之後 好了 接著就到順部產品了 其實我之前在影片也分享過 我很喜歡Roman的這個 果汁juicy lasting tint 我覺得它真的不乾 而且就算我不打底用它 也很漂亮 那我也不知道我今次做什麼失心瘋 我今次買的所有化妝品 顏色都是粉紅為主 因為我平時是買偏橙色 比較適合我自己的膚色 這個呢 就是18號色的 其實是比較peachy一點的顏色 我的嘴其實都很乾的 因為剛剛這張唇膏已經沒有了 但是塗它呢 你也不會覺得是卡住 或者是很顯死皮的 這樣 是不是真的很juicy的感覺 不過都一樣 它遮蓋唇色那方面 就是蟹蟹還好 因為我自己的唇色呢 旁邊這些位置都比較深的關係 那所以其實呢 這一支唇膏呢 這一支Tint 是遮不到我那些深色的唇色的 不過我覺得都OK啦 真的好像很自然的 都看到你本身少少的唇色 不過我都很喜歡它的質地 所以我都會繼續用它的 這個顏色其實都真的蠻自然的 如果外化淡妝塗它呢 完全沒有問題 因為它剛剛塗完之後 就會有一層在這裡 但是過了一會兒 其實它會開始 沒有那麼濕潤 但是又會黏黏的 但是又不是很黏頭髮的 那你呢 就會覺得自己好像 塗了一個比較潤一點的 潤唇膏 那不過呢 它都會 不過呢 它也是會掉的 那所以呢 最近戴口罩呢 我有時候都會避免塗它 掉了之後呢 就會只剩下一點點顏色 那我的嘴都差不多回復了 本身的唇色 那既然是這樣 我就試買這個 這個呢 就是Glass Tint Water Tint 這兩個系列 其實我也不知道 它們的分別到底有多大 除了它那個蓋子 是很明顯的透明之外 我想呢 就這樣看它的英文 應該這個看起來 是比較像玻璃咀 就是再亮一點點 更加像Lip Ross的質地 這個呢 我就買了 8號色的Rose Rose Dream 那這個呢 我一塗呢 我覺得它的質地 是比Juicy那個 是薄一點點的 但是也是潤的 塗完 我就覺得這個 Glass Tint Water Tint 它的顯色度 會比Juicy這個 明顯一點點 但是它的質地 是會比較薄一點點的 這個呢 就是輕微地厚一點點 但是呢 兩個都是一樣的 潤的 不過呢 遮蓋唇色的方面 都是... 一般的 就是不會完全遮到 我的深色的嘴唇邊 那這個遮蓋唇色的功力 我想有80% 但這個呢 就可能只有70% 其實兩個都不是相差很遠 我覺得 所以呢 我還是不太知道 它這兩條線 到底的分別有... 有多大 或者分別在哪裡 這樣子 好了 接著呢 就到了我最後會買的 就是這支唇膏 它之前新推出的時候 我覺得 哇 它的包裝很漂亮 然後呢 它的顏色是 超溫柔的粉紅色 我本身也有想著 按住自己 不要買這個粉紅色 因為我知道一定不配我的膚色 但是 它真的很漂亮 很溫柔的 所以我就... 不要緊啦 試一下吧 它又不是很貴 所以我就買了 那我呢 試用了一兩次之後 我覺得... 我真的用不到 它的顏色是太過於淺的 我現在說了這麼久 不如我們先試一下 其實Roman的Tint 都真的挺潤的 我現在塗完 擦走了 我的嘴呢 是不乾的 不過你會感覺到 死皮還在 那趁還有死皮的時候 就可以試用一下 這支 這麼貴淺色的唇膏 看看它 有多顯死皮 死皮出來了 我覺得要先去一去死皮 好 我現在呢 輕輕去了死皮回來之後 就繼續用這個 因為有死皮的關係 我是不會橫上 我是會打直上的 這樣好像沒有那麼顯死皮 它的顏色都不是完全偏粉紅的 它也是有橙的感覺 而且它的質地是絲滑的Matte Finish 不過可能因為它顏色太淺的關係 想到我的嘴裡 都真的挺顯死皮 雖然我真的沒有完全去掉我的死皮 但是 我自己 不會每一次都 為了這支唇膏 不斷很用心地去死皮 直到零死皮 那我才會用的 所以我覺得它有一點點 不是很user friendly 因為它顯死皮的問題 也有一點點嚴重 這些 我就覺得 嗯 慢慢地 而且這支唇膏它出的顏色 是真的給你打底的 所以 它是比較淺的 我都覺得這一點點 是不可以說它是缺點的 不過如果你皮膚白的話 我覺得就這樣塗它 單塗也有機會漂亮 因為它是Matte Finish 那就更加沒有什麼 可能做到滋潤的效果 所以在嘴裡 如果繼續乾下去 死皮就會繼續出 那它又會繼續顯死皮 這個好像LOOP這樣 所以我自己 買了回來之後 我真的試塗了兩次 就沒有再塗它了 另外呢 我的唇唇 也不是太薄 所以就更加突出了 我的唇 這個厚度 我就覺得 OK了 到了這一支 其實我本來是沒有打算買它的 只是它的包裝真的很漂亮 我就覺得 唉 試一下吧 反正我家裡也沒有這些唇部產品 那我就買了 它一看就知道 是一個透明 很多閃粉 偏藍色的閃粉 的一個 令到你的唇唇很噁的 Lip Gloss 那你會看到它的Applicator 是類似直膠的頭 就不是那些素素的 那現在呢 適合了 塗在我這個Matte Finish 看看它那個 真的閃亮亮的效果是怎樣 你會聞到它是有一股薄荷味的 我想它的作用就是為了 就是薄荷可以刺激一下 你的唇唇的皮膚 令到你這個 嘴呢 好像吃完辣東西之後 有一點點脹脹的效果 塗完之後呢 我的嘴真的有玻璃嘴的感覺 而且它的薄荷感也挺明顯 它有一個缺點就是 我這樣的時候 它邊邊這些位置 是起了那些顏色的直線 有時候就要自己推開它 也有可能是因為我自己塗得太重手 令到它有多餘的產品 去製造到這些顏色的直線出來 但我覺得這個 適合一些朋友 如果你想要的嘴 像玻璃嘴一樣的話 就可以試一下 而且這陣子 也不是這陣子 歐美經常都很喜歡這些嘴嘴 歐美座其實我也覺得用得上 而且它真的超美 我是為了它的包裝買 如果想保持它永遠都是這麼透明 這麼美的話 每次用它 加在一些唇膏上面之後 記得要把它的顏色 抹走之後再放回這裡 它就可以整天都保持著 這麼透明 這麼美的瓶身 如果不是 日復日 你這個瓶身就會變得很均勻 因為你把你不同的唇膏的顏色 都帶進去裡面 那就不美了 對 我完全是為包裝而說的 這段說話 那這盒眼影為什麼我會買呢 是因為我看到一些人 說它很像 Charlotte Burry 那個 Walk of James 那一盒的眼影 相當之遲 所以我就覺得 不如我也試一下 我也沒試過 那些 玫瑰色調的眼影 因為我自己平時都會選擇偏暖色 橙色的眼影 所以這個是我自己 比較新的嘗試 嘩 不得這個唇唇 我覺得太殘 加一點紅色 雖然這樣 妝也很奇怪 嘴巴超級高 這個存在感 但是現在嘴巴好像沒有剛剛 那麼淺色看起來 那麼外眼 那我繼續說 真的不好意思 好了 那這個呢 我用了 都一段時間 我就覺得 我的膚色不白 又是因為 那所以呢 它這個最淺的膚色 塗在我的眼裡 都很顯色 但是呢 就會有一種很暗的感覺 那 但是這個紅色用我都不錯的 而這個呢 霧面的啡色 可以做這個眼線色 都覺得挺漂亮 還有這個閃粉呢 我覺得它的閃粉 它的幼細程度 不是特別幼 所以其實它也有存在感 用起來我都覺得挺漂亮的 其實它也不錯 小小盒也很方便 對 因為它這些顏色都真的挺漂亮 這些乾燥玫瑰色 然後呢 就到最後 這一樣的閃粉液 我呢 我本身呢 我買它是覺得 嘩 它會不會是 好像一些idol 那樣的眼妝 可以超閃 超級eyecatching 我塗完之後呢 其他人說很奇怪 好像塗了一些美工用的閃粉 在眼上 因為呢 那些閃片呢 有大有小的 有些都挺大 鏡頭看好像都挺小的 不過呢 那些閃片呢 帶得來呢 有一些是晴透明狀的 那透明狀偏光的一些閃粉 那些閃片呢 你就會很容易覺得 你的眼睛好像有些膠在那裡 很奇怪 那所以呢 這個呢 我自己用呢 塗在這個臥殘位呢 是不是太漂亮的 有些奇怪的 不過我也不是經常用它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今次呢 買了這一堆的 Roman的產品呢 其實我自己最喜歡的是哪幾樣呢 就是 它的 Lip Tint 用慣了之後呢 就會開始喜歡它的 因為真的完全不乾 我就覺得很好 這些粉類呢 我覺得不過不失的 表現都很正常 不錯 最可有可無就是這兩樣 就是 其實我不要它也沒問題的 好就是這樣了 那我今次的Roman分享呢 就是這麼多了 希望都對你們有少少幫助 那裡面有些新產品 有些舊產品 其實我都 每一次一出新的時候都馬上買 不過 我真的 太不空拍片了 所以每次拍完之後呢 那些產品已經不是新產品了 超費 如果你也有用Roman的產品 不如我聽你覺得哪一樣 你覺得更好用 還有 你看完這支影片之後 會不會都想試試用它的Lip Tint 你會不會覺得不好用 還是你都會跟我一樣都覺得 挺好 不如留言告訴我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是不是覺得背景不同了 因為我現在是 在酒店裡 但是又不可以外出 所以我就覺得 我有很多時間 不如我拍一下影片吧 那所以呢 我現在是完全在酒店房間 在一個燈光嚴重不足的情況之下 在拍影片 那怎樣打光 就是用電話打光 哈哈 我這次呢 會不會太可怕 完全穿著睡衣 就算 希望你們也會介意 然後 下一樣 我是買了Roman的 胭脂的 胭脂 令到它有多餘的產品 是制度到 低度到 低度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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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